今天我想跟大家講的題目 就是應該要上多少課教練行 因為很多時候,人們都會心問價錢 大家會在Facebook留言 一對一,先人教練行是多少錢 當我們回覆了多少錢 地點在哪裡 時間是每課一小時 做一課給一課 不用簽約,不用買課 那些人隨即便會有一個問題 究竟我們應該要上多少課教練課才是適合呢 其實上多少課教練課 其實很 depend on 你本身的時間分配 通常我就會問 那你外面會不會有一些場地 例如大場或自己會想做健身 如果這個時候,他會告訴我 不,我自己有大場的Membership 或者是這個會所自己可以做健身 那我就說 那不如你自己在這裡 你每個星期上一課至兩課 那你自己學了之後 然後你自己另外幾天 你就可以回去自己會所 或者去大場自己再做訓練 即是你學了動作 你自己回去訓練 第二個星期,你又上一課至兩課 然後又再回去訓練 那就會試半功倍一點 但是通常有些客人就會說 那不是的,我平時就比較繁忙 而且我不知道自己有什麼可以做的 例如看到一部機器 又不懂做 然後又怕被教練推銷 他說那我可不可以上幾課呢 上多幾課也沒問題 但是有個問題就是 我們作為一個教練 當然有客人來上課 我們會很開心 但是我會跟他說 如果你時間上可以分配到 而你在金錢上也可以負擔得到 即是你負擔得到的話 那我不介意你 想多一個星期上三課 但是如果他說 我覺得好像有點貴 如果一個星期上三課 那現在差不多一千多元 即是千到尾差不多二千元 那值不值得呢 其實我說 如果我們在金錢上的角度來看 當然好 你越上得多課 我越開心 但是我們通常都會立即說 其實如果你真的可以自己會所做 或者你自己家裡是有時間的 我們真的會建議你在家裡 寧願做一些最基本的訓練 例如掌上壓、心盡、卷幅 有人體上升 當然做人體上升 或者是去公園做 而你一個星期來這裡 上一至兩堂就可以了 即是我們不是說 一些想去劏僱 或者想去推薦 你一個星期來多少堂 而是我們想你在這裡學到 然後你自己去自己的健身室 或者在健身室裡 如果你說一個星期 只來這裡才能上一至兩堂 其實成效真的不會太大 而且我們每一堂時候 都會給你功課 例如你要做一些帶氧運動 即是高強度的 我們會教你怎樣做 回到家裡 我們會發影片給你 或者我們會要求你回去 例如每天做幾多下掌上壓 幾多下心盡 當然在姿勢正確的情況之下 這樣做訓練 無論你減肥和增肌 或者對於你的運動的表現 都會好很多 如果你只是一個星期 你只是來做上一至兩堂 然後你就想有些表現 即是有些成效 老實跟你說 就不可以 例如你讀書 你去溫書 每天你只靠那個師傅 跟你上課 你回去就不溫書 其實就很難有一個成效出來 所以我的建議 就是 你來上一個星期 一開始 上兩堂左右 然後其他時間 你就去自己的健身室 或者你自己回家做 久而久之 可能你上了一兩個月左右 你就可以每個星期上一堂 或者你維持著一個星期兩堂 但是 中間的時候 你要維持著自己的訓練 這樣 無論你減肥也好 增肌也好 對於你整個的訓練 和整個的成效 都會好很多 否則你真的一個星期來做 兩個小時運動 其實說真的一句 不會有太大成效 我都覺得有點浪費金錢 憑良心來說 就是 你過來做 你肯開始的 我們很開心 但是如果你 只是來做那兩個小時 你就想要有成效 老實說 這件事真的很有難度 所以 如果你真的想 快點有成效 因為很多人都會跟我講 Jeky 我想快點有成效 那我一個星期來做兩三次 這樣行不行 甚至是一個星期來做六天 這樣行不行 我說行 沒問題 如果你真的有這樣的金錢 有這樣的時間 一個星期來做六天 絕對沒問題 這個不是一個大的 concern 肯定你有成效 但是 在於你的金錢 在於你的時間 我老實說 一個星期 最盡你做三行 其他時間 自己回去複雜 自己回去練習 除了你可以練習到我們教你的東西之外 另外你還可以在你自己練習中 領悟到一些我們沒有講到的東西 如果你領悟到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真的是你自己學到的 否則 真的我們教你 你就這樣去做的 你永遠都學不到些什麼 最後你就可能去到大場 看著相機 就在發呆 沒什麼用的 所以也是一句 下到來 一開始你一字兩頭 之後練習 然後慢慢地去表達自己的肌肉 你的減肥 總之什麼計劃 什麼目標都好 最後 希望你就可以在這裏 去到大場做 或者自己的健身室做 都知道自己究竟要做什麼 這樣繼續向你的目標進化 OK 這就是我們今天想說的題目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影片 記得like、subscribe和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今天我們要訪問 我們要訪問 我們去做個目標